丸子二次方 對 對耶 因為你的標準就是這個配備嘛 對 聽說你們兩位是 佑寧就是想跟哲隱 哲隱就是想跟佑寧一組耶 對 你們是把這位當什麼節目了 沒有 做菜節目 是嗎 一道復刻 一道翻轉 三十分鐘計時開始 好 哲隱這邊先把雞肉拿下去汆燙 這邊的話我是主要先負責 那個稀滷肉的部分 搭配現熬的一個雞高湯 我現在先把要擺盤的 番茄先切好 待會兒會來去做 我們這一次的沾醬 我在這邊已經看到 一個創新的改變了耶 這邊的模 怎麼會有這個魚的模啊 哲隱做的 哲隱自己做的模 對 自己凹的 對 自己凹的模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創新的點 是在 做得更細緻 對 更像魚 所以你是說 創新啦 創新對不對 創新 創新 優化它 所以評審都會挖洞給他們跳是不是 對 好恐怖喔 陳師傅你很狠耶 加這兩道菜 一個是味道 一個是手工 因為這兩道菜它的 我覺得它的節奏差很多 西魯肉是前面需要備料 切菜比較繁忙 那後面就放著讓它蹲住 但是鯉魚搭牆是從頭到尾都很多事情要做 它的步驟並不多 但它需要精細慢慢做的那個時間很長 五分鐘到請換位 開始炒料 好 那我注意一下看會不會噴出來 噴出來的話就關小一點 OK 徹徹我想問一下 因為他們四個人其實像哲瑩 他是有一點點中餐底的 其他兩位其實是西餐底 但你在教學上面 是不是會有一點點的不太一樣 不管你是做西餐或是中餐 他只要真的有抓那個精髓跟那個重點的話 我還是覺得說他是有辦法把它呈現出來 只是說 鯉魚搭牆的部分就是說 炸的時候那個火火 煮餅的時候不能有含油嘛 這是比較重要的 西魯肉的部分就是說 味道一定要出來 炸壓蛋出的時候 也是那樣的火要控制得很好 可能外面焦裡面裡面的香氣也不足 這都很重要的 一看 近看 大家的手都在發抖 五分鐘時間到 請交換 放下去可以開始擠了 把它放在蛋子裡面可以開始擠了 先把蝦漿 蝦漿擠上去 對 蝦子炒 待會兒我這個菜炒下去以後 待會兒高攤好以後 我就開始炸蛋出 好 小心 阿發師傅可以問一下 蛋酥它大概的溫度 大概是在幾度 酥一定要在 170到180度 這邊 這邊已經下蛋酥了 兩邊不太一樣耶 這個一定有加一點水 所以它再起來 它溫度不夠 一邊是溫度太高 一邊是溫度不夠 請換手 好 蛋把它炸上去 然後翻面 好 然後那個先綠 先綠湯 好 妳這個白蛙池這樣炸 會不會危險 嚼掉 對啊 練習的時候是不會 可能要小心一點 好的 了解 還有40秒要換手喔 3 2 1 請換手 位條好了 哇 你們這個魚也太可愛了吧 上面這是麥片嗎 對 適中也太花時間了吧 這個 又您問一下 你們怎麼會選擇用麥片 而沒有像用什麼杏仁片啊 老師是用瓜子比較厚 對 然後比較好擦 可是我們是用麥片 跟這個蝦整個的口感 是比較爽脆的 比較不會像那個瓜子 可能會有一種比較硬的感覺 妳那個 下注擺盤 有彎稍微有一點點高 妳調一下 莎莎妳之前出外型 有吃過這兩道菜嗎 我也有吃過那個Celo吧 但是我沒有吃過另外一道 所以其實我今天看到 覺得它好像在做甜點 對 就是很精緻 哲音,這邊的油溫 陳師傅,你那邊看 它這樣子有需要做什麼調整嗎 目前是好像有比較高一點 我感覺會翻點微型就對了 好的 馬上翻面 我發現它就是炸好了的時候 它會自己翻過來 對 我剛剛看到它自己的 自己在裡面翻滾 好可愛喔 在油裡面游泳 對 沒錯 進入最後一分鐘 經典台菜Celo吧跟鯉魚大蝦 一個要復刻 一個要翻完 剩下最後五秒鐘 五、四、三、二、一、零 時間到 辛苦了 上菜 我們把它取的名字叫做 團圓吸爐 雞高湯的部分是用了壓力鍋 然後很快速的熬製出 這道菜非常重要的湯底 再加上一些爆香的基本配料 以及烏醋、白胡椒的調味 完成了這道西滷肉 摺點這邊的話 我覺得是應該說白菜少了一點 它的配料太多了 白菜要多一點 它的甜溫才會更多 它的層次才會更好 你的湯其實我覺得厚度比較高一點點 可能是你有用一點雞高湯 然後你在爆香的程度上面 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缺點就是你的那個蛋酥 我還吃得到有點蛋皮的感覺 了解 摺影這邊的蛋酥 真的沒有炸到酥 因為它沒有炸很酥 所以弄不碎 富貴經理 原本的瓜子的部分 我改成那個燕麥 第一個是我覺得它比較像魚鱗 然後還有更爽脆的口感 然後我們一般的台菜 吃蝦蟹一定會沾薑醋醬 所以我這邊搭配了一個薑醋美乃滋 摺影這邊的有沒有 炸起來比較酥 口感是滿不錯的 而且你搭配那個醬 吃起來感覺不會那麼油膩 但是你的外型 它變形得滿厲害的 吐司這個部分有沒有 其實也不用做什麼魚的造型 應該說你的魚鱗有沒有 擦得漂亮 它出來的成品就很漂亮 佑寧你們這一組的 海鮮薑的口感我比較喜歡 因為比較有彈性 看看水中四個炸的口感 就越來越了 讓我現在看 一下水中的故事 除了 從海鮮的口感 尤其中一代